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LICE中的这个颜色值定义函数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LICE中的这个颜色值通道提取函数 好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么这个通道提取函数呢 一共有12个 它们的作用呢 就是来提取我们的这个色彩空间中的一个 某一个对象的这个 它的这个值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这个 这个red和这个green 还有这个blue 那么这三个呢 最常用的 那么它们是分别提取我们颜色对象的这个 红色值绿色值和蓝色值 好 那么这些怎样来使用呢 好 我们从第一个来开始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是提取这个SL色彩空间中的这样一个 颜色对象的这个摄像度 好 那么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其实这三个呢 它们都是对这个SL色彩空间的颜色呢 进行一个提取 那么第一个是摄像度 第二个是这个饱和度 然后第三个呢 是亮度值 好 那么我们如何 如何来提取它们 我们首先看到这边呢 有这样三个函数 对吧 三个函数 我们在这个 这个边缔软件里面呢 我们先来定义一个这个HL色彩空间 好 我们定义一个HSL 首先呢 我们给它的这个摄像值 摄像值呢 给它一个90 对吧 好 摄像值给它90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饱和度 饱和度给它一个百分之百的这个饱和度 然后给它一个亮度值 给它一个百分之五十的这个亮度值 对吧 百分之五十的亮度值 好 那么我们要分别提取它们这个三个对吧 三个颜色的这个 啊 摄像值 饱和度和这个亮度值 那么我们就用这三个函数来 第一个呢 是提取到它的这个摄像值 好 摄像值 直接把它拿过来 摄像值 写一下 摄像值 摄像值 HUE 好 我们定一个Z-index吧 避免报错对吧 好 摄像值 HUE 提取到谁的摄像值呢 好 这个颜色值 把它放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结果的话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90 对吧 90 它的摄像值应该是90 好 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这个饱和度和这个亮度值 对吧 饱和度 那么用这个 好 饱和度 这个是饱和度 然后呢 还有这个亮度值 对吧 亮度值 好 那饱和度的话 应该是100% 对吧 刚刚我们定义的100% 然后亮度值的话 是50%的这个亮度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提取一下颜色 看一下是否正确 这里有个括号多余的 好 这个亮度值呢 给它更改一下 亮度值50 190 执行编译 看一下编译结果 好 90 100 50% 对吧 我们任意的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更改这个 好 饱和度 把厚度给它更改为80% 然后亮度值给它更改为100% 好 再来执行 好 没问题 对吧 80 100 那么这三个这个函数呢 就是对这个HSL 色彩空间的这个三个颜色值 进行提取的这个相关函数 好 那么我们把它呢 给这个注释掉 那这里呢 给它更改一下 100% 80% 好 注释一下 那么再往下 再往下呢 是对这个HSV色彩空间中的这个 好 三个颜色值的这个提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 第一个呢 是提取到这个颜色的摄像值 第二个是饱和度 第三个呢 是这个色料值 好 色料值 那么同样的我们把它呢 拿过来 第一个 好 那么拿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来对它进行一个提取 那么在提取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这个HSV的这个色彩空间 对吧 HSV的色彩空间 好 同样的HSV 先定义一个 然后 首先呢 我们给它这个 摄像值呢 我们给它一个90 对吧 摄像值90 然后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颜色空间的这个 这个饱和度呢 给它一个百分之百 好 再往下呢 给它一个色调值呢 给它一个百分之五十 好 百分之五十 然后呢 让它们来提取这个颜色值 好 提取这个颜色值 第一个 好 同样的给它们加一个这个Z-index 不然编译会报错 好 后面的给它注释掉 那么要注意 后面必须要加分号 必须要加分号 分号隔开 好 那么这三个的数值的话 会定义出来90 对吧 90 然后是百分之百 好 往下呢 是百分之五十 对吧 好 百分之五十的这个色调值 好 执行一下编译 看一下结果 好 90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对吧 好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对HSV色彩空间的这个三个颜色值的这个提取的这个方式 好 往下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最常用的这个四个 好 红绿蓝加透明通道 红绿蓝加透明通道 好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呢 定义一个这个红绿蓝啊 透明通道的这样一个透明颜色值 那么为了这个清晰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PS里面的这个调色板 对吧 我们来调一个这个有透明啊 调一个颜色 然后加一个透明度 那么比如说我们调这样一个绿色 那么它的这个红色是二十九绿色是一百九十九 蓝色是八六十九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到这里来定一个这个RGB RGB 看一下 RGB的是二十九一百九十九六十九对吧 二十九 一百九十九 二十九 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加一个透明度 好 透明度呢 给它一个这个百分之八十 好 百分之八十 或者是零至零点 零点零至一之间的这个小数 好 当然我们这里执行之后呢 它最后的结果呢 也会给我们转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个整数啊 小数点 而不是以百分比的形式来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提取什么呢 提取这个红色 好 提取红色 提取 红色 好 提取红色 Z-index 红色 那么 使用这个red函数 那么提取谁呢 提取到这个颜色值里面的红色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结果 应该是二十九 好 应该是二十九 然后呢 复制一下 这个呢 是提取到我们的这个绿色 应该是一百九十九 好 看看一下 提取到绿色 然后 往下呢 是这个blue 蓝色 那么应该是八 应该是二十九 对吧 二十九 好 再往下拉来提取到我们的这个透明度 好 透明度 那么透明度呢 应该是零点八 应该是零点八 好 那么我们来 看一下 执行一下变译 结果 一百九十九 一百九十九 二十九 零点八 一百九十九 那么二十九 这里少了一个这个 啊 这两个都是二十九了 对吧 都是二十九了 更给一下 蓝色的这个色调值 那比如说一百五 蓝色一百五 好 执行变译 结果 对吧 那么 红色二百九十九 啊 这个绿色一百九十九 蓝色一百五 然后这个 啊 透明度呢 是零点八 对吧 透明度零点八 好 给它注视一下 提取 绿色 这个呢 是提取蓝色 这个是提取到这个 透明通道 透明度 好 注视一下 然后再往下呢 是我们的这个 好 提取这个蓝色 那么它呢 是这个亮度的 这个百分比的 这个表示法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这个 啊 计算没有伽马效应的 这个亮度值 好 这两个呢 不是很常用 那么也给大家讲一下 好 也给大家讲一下 啊 把它给拿过来一下 计算 这个蓝色的这个值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计算 没有效应伽马的这个亮度值 好 那么 首先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这个RGB脸色 RGB 然后 红色100 然后呢 这个 呃 绿色200 然后这个 蓝色30 好 那么我们来提取到 它的这个辣码值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颜色呢 拿进来 辣码值 好 那么它提取出来的 应该是44% 好 应该是44% 亮度 44% 然后 啊 往下呢 这个是计算没有 好 没有伽马效应的这个亮度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给它修改一下 那么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没有效应的是65% 对吧 65% 一个是44 一个是65 看一下 执行一下编译的结果 好 44% 65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辣码值和这个 没有效应 伽马亮度的这个亮度值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讲 讲的知识呢 有一点多 对吧 有点多 啊 也不是很常用 但是呢 有些呢 也是很常用的 那比如说这个 红色值 颜色值 提取通道呢 这个就 可能会 这个比较的常用到 好 那么同学们下来呢 要自己去多多的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 好 那么本节困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